那我先讲 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一块 那大家都知道数位科技 我对于computer一无所知 我今天也跟饭局上 我也跟副校长报告 我第一台computer叫286 我把286学到386我还不会打 我还不会用 所以第286都已经生锈了 那386帮我设计我的电脑的人 其实就是基处长的先生 因为他是台大电机系做这个电脑 他说这台不要了 你到现在绝不会 就拿了一部386给我 我大概从386到486 我才开始能够慢慢运用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故宫一大堆 然后但是我们最后是现在电脑科技 每个人都追求最好的电脑 所以整个都已经数字化了 那这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那这个数位科技的应用 使到我们从数位科技时代的来临 故宫在数位典藏数位教育 新媒体应用 新媒体艺术创作 与发展上面 我们发生了非常大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其结果基本上改变了 国立故宫博物院原有的运作 运作营运方式 也改变了国立故宫博物院既有的形象 所以我把它称为退遍期 以前我们做了展览 我记得我第一个 这个秦院长跟我说 图书文献处做的第一个展览 是跟档案有关的 他跟我 秦院长跟我说 我们正在想做什么 秦院长已经把我叫过去了 不是叫我 那时候我是小职员 把我科长叫进去 他说没有国民革命 就不会有 就不会有故宫博物院 所以你们图书文献处 做的第一个展览 就写 就帮我展出中华民国 就是国民革命史料展 那我们那个科长就跑来跟我说 他说这个展览 因为其他人都拒绝做 这个时候就说 那时候我是最小的职员 就跟我说 冯猪你都近代史的你来做吧 他说我们怎么可能有国民革命的 国民革命又无承袭在故宫啊 哪来有国民革命史料 我当时跟我的科长姓索 叫索宇明先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七七专家 有名的七七 我跟他说 首先你去跟院长说 我们国民革命史料展 以后的是没有 中华民国开国史料展是没有 但是开国前的史料特长 我们太多了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跟他说 那你要跟秦院长说 什么格 他们当时候清朝叫革命分子叫格匪 孙文叫孙匪 我说他不能给我们展出这些 他不能说 这些我不能展 所以我们办的第一个展览 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前史料特长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 那从资讯中心呢 我们大概在1987年 成立了资讯中心 在2011年 他跟我们展览组合并 成为了今天的教育展之处 这是组织上的一个对变 然后我们从2002年 其实真正的数位典藏 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 就是图书文献处开始的 为什么图书文献处开始 因为我们出公中党 我们出版 光是全能潮公中党 这么厚一册 七十几册 我们出版主跟我们说 图书文献处 你们的书又卖不出去 把库房都要压垮 你们不能够再出了 那我们处长就说 你们文献科 档案科的人 总要找一些吃饭的活 你们不编档案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数位 我们就开始用数位 用digical camera开始做 但是可以说是 因为没有政府的金钱的挹注 就是几个研究人员 他们连电脑都拒绝学 所以就很难推动 但是我们还是做了 但是我们真正很快速 就是国家数位典藏 2002年我们加入了 国家数位典藏计划 前后十年 后来包括监察院都问我们 知识经济 你们花了政府多少钱 你究竟赚了多少钱回来 这是那个王范生 王院长最可怕的事 他说 他们让我赚多少钱回来 花了国家多少钱 我们知道 要赚回多少钱 我们就不知道 每次就把故宫的文创 赚了钱就去充数 所以故宫用了很多典藏 他的都可以 每年的营业额达到多少 来冲这个数 但是我们从没有资料库 到21个资料库 这就是奠定了故宫数位典藏 一个很大的基础 因为有这个基础改变了故宫博物院 所有博物馆从业人员的方式 以前我们策展要去打开翻箱导楼 把文物找出来策展 现在不是先上资料库 看一看我要展什么 比如来说我要散杂具 我就踢进去查具 然后跳出来了 我先在电脑上策 策好之后 我再开箱 再去库房 看这个元件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整个 整个的作业模式的改变 那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资料库 给大家 因为时间有限 这是我们 我们典藏的支数库 一个整合型的系统 这是器务处的检索系统 那这是书画处的检索系统 书画处建立完毕了 器务处大概完成了70% 我们目前还是持续进行之中 这是图书文献处 清代档案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呢 报告城市大学图书馆馆长 这个是这个资料库销售的 你可以去购买 同学们呢也不必担心 因为你只要500块台币了 大概100多块港币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我的资料库浏览 并且可以下载500页 那就是包含了 我今天还跟他们说 当年为了做这个资料库 尤其是有个资料库 我跟图书馆的馆长发生了一些 那是我们科长 那时候我职位还比较低 但我跟我 我的职位并不 就是我的研究职位并不低 但我既不是科长也不是什么 那我跟我们图书馆馆长 发生了一点点冲突 那图书馆馆长说 我们的metadata的subject就最重要 他认为填上书名 书名的地方 我认为填什么了 他说就填公中党诸批奏摄 我说我们有15万8千件公中党诸批奏摄 如果有15万8千本书都叫公中党诸批奏摄 你怎么检索 那同样我们有19万件军机处党骤摄陆覆 那这个图书馆馆长 他是个图书馆专家 是个图书的metadata专家 他那你说 我要打什么进去 我说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老前辈打开这些档案的时候 他们都有做提纲 每一件档案 他的主题都写进去了 所以我们就把主题打进去 成为了我们的书名 那我们刚开始打的时候 另一个栏位 可能今天对年轻人说 那根本天荒夜谭 只能打50个字 所以我们发出去之后 他打到50个字 他就啪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后来再根据50个字的需求 把提要把它浓缩成了50个字 那我们把猪批奏摄的猪批全部打进去 那个栏位只能打多少字 20个字 所以根本打不完 那这些我们后来通通都重做 把所有都提进去了 今天因为栏位没有在现世界 那个字数 但是当初就是这样 那现在你从那个资料库 我刚刚举个例子 居然说你打一个郁字 在我们资料库里面 34万件资料在里面 你打一个郁字 他会跳出来所有清代的时候 我们档案里面所拥有的 开采预器 制造预器的所有资料 那同样他也会跳出来 有人名字里面有个郁字 所以可能因而跳出来几百笔 那你再加另外的检索 再去检索 他就得到了你要的东西 其实今天我在你们那个资讯 你们那个Jeffrey Professor Jeffrey给我看的 就是所有TV的东西出来 那如果你点进去 是一个室内的人 正在talking的话 所有TV里面 同一时段都会出来 这其实是一样 这是一个资料库的一个概念 那同时我们也把 所有的故宫对于文物修复的一个资料库回溯建档 那这是 那这样因为我们所有数位资料库出现了之后 那故宫的无强博物馆 大致上就建构完毕了 所以我们那个架设了 我们的全球资讯网 我们有九国语文版的全球资讯网 那我们也发行了 这是资讯网的内部 我们也可以开放点藏资料的线上检索 而且可以大家上去浏览 有些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进去看 那同时我们也发行 中英文的电子报 那这个如果陈大还没定了 赶快订这个免费的 大概二十几万份的中文电子报的订货 那我们也开始从事新媒体艺术创作 那个新媒体艺术创作 从2006年我们第一支古画动漫 就是把郎士林的一部分 百郡图里面一部分动起来 那后来我们连续的一系列的 我们在2010年我们做了一共六支 我们得到政府三千万的补助 我们做了六支 那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今天也在座位上 就是朱慧良 朱博士 那现在我们做第七支百郡图 也正在制作之中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 只要你们成大 你们的展演空间够 这些都是现成的 随时都可以合作 在你们的博物馆里面 能够展示出来 那这是清明上河图 最近我这次来 就是我们清明上河图也授权了 给台北市交响乐团 所以他用清明上河图 作为一首曲子 前天在那个香港演艺中心 这个播出来 就演奏 所以我特别去参观了 那这个是 那这我想就不用看了 时间不够 那这些都是在 现在我们刚刚我说到 因为我们的展厅吸引很矮 所以我们用了六个project 对不对 六个 然后在我们 我们那边 我们有个小数位画廊 里面展览 那现在目前这边 配合我们的球鹰 正在做球鹰的特展 那这是我们不断得奖的 3D动漫 国宝娃娃入宝山 国宝娃第二集第三集 其实就是用文物去说故事 用文物自己说自己的故事 三个娃娃进去 这个也不看了 这是我们非常有名的 在2012年的 这个傅春山居图的 一个新媒体艺术 我们也得到了AAM的谬师奖 金牌类的奖 那这是我们当2013年 我们有同安朝的展览 然后2013年的10月 我们也有新媒体 配合这个乾隆 十全乾隆清高中艺术品位 我们做了一个潜盟潮的一个展览 这些都是跨界的合作 那这是同安朝的咱们 听说这个陈大对这个 郭校长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因为他 他在将来我们看看如何合作 把这个展览能够到城大来展出 因为它是一个海洋史的一个概念 那这是我就不太说了 因为这个将来因为会到你们学校来 他一进去就有个水仙门 水仙门就进入一个床舱的一个门 你就会闻到这个海洋的感觉 他又浮空投影 谈到了这一段海洋历史上面 发展的一段官兵捉船 捉海盗的一个故事 所以里面有一个官兵 有一个海盗 还有一个皇帝 这个其实跟那个香港的一个海盗 叫张保仔 他是同一旗的人 只是一个被剿灭 被清兵最后把他打死了 一个是投降了 等于效忠清朝成为了一个水仙 好像总督还是一个总兵 这是 那这个有很多互动 我就不说了 好 那我们2013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数位展 看过的朋友非常多 就是十全乾隆 清高中的艺术品味 那我们根据这个展览呢 我们做了一个 乾隆潮新媒体艺术展 我刚刚跟大家说到 就是这个 这个策展团队我们招标来的 因为我们公家机关招标来了一个 一个叫做 光柱大坊 你听到他的名字 就已经表不清楚 这个名字 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光柱大坊 来了八个人 来了听 我们之所以会绝标给他 是因为这个 这个年轻人撤了一个来 我们大家都投降了 就投标 这个委员们就给了他 他来的时候 做了一个仿生性的机械人 有十只手 每个手拿了一个宝贝 我们觉得这个很前卫 很心潮 所以可能委员就给了他 那这一群人来到故宫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 他除了知道乾隆皇帝 基本上对于乾隆的艺术品位 一无所知 那我们的策展团队是三处组成的 所以那三处 当时由器务处的一个副处长 他们组成了 他们就说好吧好吧 我们在讲传统的展览 你就坐在旁边听 他听了将近一年 因为我们是头一年 最后他撤出来一个展览的主轴 他说他的主轴叫人人都是乾隆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当年十八世纪 乾隆皇帝看得到的东西 享受得到的艺术饗宴 今天坦子之间你我都可以得到 所以人人都是乾隆 那我就听到之后 我就跟这个年轻人说 我说你还要加四个字 乾隆皇帝是很用功的 所以说人人都除非你很用功 所以他们这个展览撤出来 他首先第一单元一进去 他用我们的直共图里面的各国人 就跳出来 如果他是西班牙人 他就讲西班牙文 韩国人就讲韩文 讲什么了 嗨乾隆你好 那大家就进去了 所以这是他用这个 他说因为每个参观者都是乾隆 这就是他从我们这边 数位我们清泄税的直共图 转变成为线性的图 然后每个人都讲一句话 那他说乾隆也是人 所以他用了我们的一顶 故宫典藏了夏朝帽 加上我们典藏了一张乾隆的销上 这张销上是郎士林画的 他用他跟他用这个帽子跟这个销上 做了一个3D建图 就把乾隆建住了 他说因为乾隆也是人 所以他也会拍蚊子 也会骂人 也会把你走到终端 这个乾隆就会帮你做怪你 他说乾隆因为是个人 那这是他说奇异山水 他就是用乾隆潮的这个法郎彩植 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前卫的 这个设计师叫做陈绍燕合作 做了一些他认为是乾隆品味的一些 现代化的新潮的服饰 然后更重要呢 他做了一个叫做颜色之术 每一个人走到这个瓶子前面 这个瓶子就变成白色的 所以这个马上他就会用数位 去catch你身上的颜色 然后转换成了另外一个瓶子 他说这就是你的品味的瓶子 因为全部的色彩拿着你身上 这个很多人喜欢玩这个 然后更妙呢 他把我们的汉宫春晓呢 他把它你可以拍照 就进入这个可以去游汉宫春晓 这也是非常多人喜欢 你拍照他有定型 除了那个脸是你自己 其他他都有就进入这个地几区 所以这也是他的汉宫春晓的一个活动 那他也跟九个艺术家 来做了一个乾隆的小宇宙 这个小宇宙里面 四周是个多宝格的一个设计 每一个格子里面就展出了一个艺术家 针对乾隆的某一件作品 去重新的一种艺术装作 那更重要 就是他这个仿生性机器人 最后发明的不是每个手拿了一个宝贝 而是每个手都是一个电子的看板 可以跟你的手机cue 你的手机跟他一cue之后呢 所有的文物知识就进入你的手机里面了 所以这是整个 所以这个展览 从2013年的10月 展到2014年的4月 络绎不绝的年轻人进去看 因为 所以这个展览很多人看过 在座也有人看过 他最后一个单元 他说人人都有修长癖 人人都是乾隆 他准备找100个人 来拍摄 说自己的故事 那我规定不能政治人物 不能这个 不能那个 最后呢 他找来找去 找到88个 而且他时间也不够了 所以这是 他当时候在这个展览的最后 他说因为每个人都有收长癖了 这确实也是这样 那这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行动博物馆 就是把我们的数位作品在第二行站展出 然后我们也到各地 那举言来说我们组成了乾隆潮 2013年在全部 在台湾基本上是从台中彰化台南 到处都展览 因为我们也把我们的文创结合在一起展览 这个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乾隆潮 因为一年之内题目太多想不出来 最后就给了一个乾隆潮 给了一个故宫潮 苗栗油 故宫潮 台南油 这样都是数位 都是数位 加上一些文创 那是彰化油 那抚承油 这个基本上就是你们成大 在那个大的建筑上面游游游上去 游游游下来 我们每天晚上就在台南文化中心 把国宝整个在那个 其实是一个投影 但是吸引很多人来看 这是我们现在跟庙宇合作 叫奉天公游 目前正在做 那我们也有做这个 带着故宫走的APP 这是APP有介绍我们故宫的长设斩等等 那这次你们可以上网路看 这个影片非常红 我们你可以打国立故宫博物院的 古今穿梭这个APP 时间不够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那这是我们2015年准备要做的 郎士林的数位艺术 至于怎么做 希望将来跟城市大学合作 共同发想 当然发想之前 首先要让城市大学的这一群做数位多媒体的朋友们 要先认识郎士林 认识其人其意 其作品 之后你再来发想 用哪一种技术去做得更好 那这是我们初步的 因为这次我们主题选件已经出来了 是一只郎士林的画的孔雀开平 那我们同仁已经开始去动物园都合作了 看孔雀的 大家不要笑 孔雀他有生活 他的习性 动物学也接进去了 那目前到底怎么做 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 我们申请政府的第一笔钱已经到了 所以 恭喜城市大学 郭校长跟我谈的时候 我们想做的是 钱还没到位 所以我们就答应了郭校长合作 现在我们承诺的事情不会反悔 这是我跟郭校长的签约仪式 我跟郭校长的签约仪式